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美元 昨天的美元可以说是连续两天反弹 但昨天的反弹幅度没有前日 但明显已经有转向动作出现 今次又是11月29日开始转回 由于整个11月美元已跌至2% 昨天的欧元可以说在星期一开始 已经做到119开始慢慢跌 反而昨天的欧元的跌幅不算明显 昨天也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买美金升 可能今天的选择未必会是欧元 始终已不明显有最好的价格位置 昨天的欧元虽然跌 跌后反弹化 但幅度幅度不太突出 最高是1.1880左右 最低是1.1816 即是有70点左右 但美市反弹上来 即使今天是因为月图结算 美元再弹多一点也好 可能欧元的跌幅开始会受控 但当然要注意 欧洲央行今天会否有特别公布 大家都可以留意 欧盟似乎近期有很多内部分歧出现 日元又怎样 日元有时对日本人不太好 明明金正恩射了导弹 大家都不太理想 结果昨天的日元好像被导弹射中 结果继续跌 即美元对日元继续跌 反而有些追价现象 亦可能因为过去两天还未跌 所以昨天日元由1.111.37 抽回上去 最高是1.215左右 继续跌 继续跌 别人说谈谈谈数 究竟不是 因为说欧盟那边 瑞士反而是横行 综合一件事 昨天给大家最重要的加指 真的继续跌 昨天加指上1.280 如果看现在的状况 因为今天又是月尾 我估计美元应该会进一步反弹 可能今天开始是炒美国加息 或者做一些获利回套 所以我估计加指会继续跌 其他货币有机会追回一些 不过又是要选择 我仍然觉得加元会最弱 日元及瑞士法郎都可以考虑 反而磅要逼一逼 因为磅好像特别强 所以大家要留意 至于详细的价格 记得贴在SkyFarlane的Facebook专页 今天的节目才到此